有神奇 那就开始上课啦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Generative Aversarial Network 它的缩写是GN 就是CAN 那在一开始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先知道这个GN 要怎么正确的发音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用Google小姐来念一下 GN是怎么发音的呢 可以啦可以按 所以其实它是有非常多人 在研究这个技术的 你知道我在听到路上有人 大声的说个案是神 他们其实就在讨论这个技术 好那我今天呢 就要来讲这个技术 那首先呢 先说一些台教的话 让你知道说这个技术呢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而且有一个人呢 在Poro这个论坛上问说 最近在unsupervised learning的领域 有什么样的breakthrough 然后 然后Yang Lacan呢 他就亲自来回答了 然后他说 adversal training 就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GN的技术呢 是the coolest thing since slice bread since slice bread 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你可以学到一个新的英文片 since slice bread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呢 你可以翻成 有史以来的意思 那我google了一下 是因为说在过去啊 在卖这个吐司面包的时候 是没有切片的 所以家庭主报买这个吐司面包 回去的时候 自己切片 觉得很麻烦 那后来有人就发明了 切片的吐司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高兴 所以有一个好东西 问世的时候 你就是说 since slice bread 可以翻译成 有史以来的意思 所以他说 GN这个技术呢 是有史以来 他觉得最酷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有人问说 这个在deep learning的领域 最近有没有什么breakthrough 然后Yang Lacan呢 他也亲自来回答了 他说GN跟他的种种变形呢 是这个近十年来 他觉得NL的领域 最有趣的idea 所以这个Yang Lacan呢 他给这个GN这个技术 非常高的评价 那你在网路上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GN的动物园 你就直接Google GN加上入 GN的动物园 你就可以找到 各式各样相关的技术 因为现在呢 你如果发明了一个新的 跟GN有关的技术 你就会在GN前面呢 加一些英文的字母 但是你知道英文的字母 其实只有26个 所以很快的 名字就统统都被用尽了 你会发现有两个名字都撞在一起 比如说有两个LSGN 一个是ListSquare GN 一个是LawSensitive GN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英文字母是有限的 很快的呢 名字呢就都被用尽了 那这个图是什么 这个图是讲说 这个GN的动物园里面啊 收入了各种有名有姓的GN 你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里面光SGN就有四个以上 那他就统计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接近三百种不同的GN了 那因为英文字母是有限的 所以甚至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比如说这边 是Variational Approach for Autoencoder Generated Perversal Network 按照他的名字 他应该叫做AGAN 或者是AEGAN 但作者在Paper里面写说 AEGAN已经被用掉了 然后看起来其他的英文字母 也通通被用掉了 他是要把它叫做AFAGAN 那在其他领域 不只是Machine Learning的领域 当然GN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其他领域 GN其实也有很多的应用 我知道大家在Image Processing上 会看到很多GN的应用 但在其他Image Processing 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领域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GN的应用 举例来说 我最近才刚去 iCASP iCASP 是Signal Processing的Conference 在iCASP 里面 我其实给了一个GN的Tutorial 那在Tutorial的开场我就统计了一下 近年iCASP的跟GN有关的Paper 那我用这个关键字看看哪些Paper呢 有包含这些关键字看看说哪些Paper呢 跟这些关键字是有关系的 那我用Generative这个关键字 你会发现说从2012年到2017年 看Generative有关的Paper都很少 但还是有一些啦 因为Generative Model不是只有GN而已 它很多其他Generative Model 但是没有非常多 那如果用Adversarial这个词汇呢 在2013年的时候有两篇Paper 它的Title有Adversarial这个词汇 不过它们跟GN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2016年这边也有一篇 它跟GN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2017年呢有两篇 它确实是跟GN有关系的 但到今年2018年就有40篇了 所以它成长的速度呢是20倍 所以按照这个速度明年应该要800篇 然后我其实也用了Reinforcement这个词汇呢 当作对照组 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Reinforcement这个词汇呢 它成长的速度就没有Adversarial呢 它成长的速度 那么快 所以GN呢 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来 接下来的四周啊 我们都要来讲GN这个技术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basic的idea 就给你一个大的概念 就假设你还不知道GN是什么的话 给你一个大概念 让你知道说这个技术运作起来呢 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先从GN的最基本的概念呢 开始说起 好那在GN里面我们想要让机器做到的事情是要让机器来生成东西 举例来说让机器生成影像 或者是假设在文字处理的领域 你会让机器来写诗 让它产生句子 让它来产生文章 那在generation这样的process里面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训练出一个generator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影像生成 那这个generator做的事情就是你随便给它一个输入 举例来说你random sample一个vector 你可能有一个gaussian distribution 你从gaussian distribution里面呢 random sample一个vector 把这个vector丢到generator里面 generator呢就要产生一张image 那你丢不同的vector 它就应该产生不同的image 这个是image的generation 在文字的generation 在sentence的generation是一样 你丢一个vector 那generator就输出how are you 你输入另外一个vector 它就说good morning 你再输入另外一个vector 它就输出the alternate等等 好那我们用gain来达成的目标 就是要训练出这样子的nn的generator 那你可能会有点困惑说 输入一个random的vector 让它output一张image 或者是output一段词汇 有什么用 具体而言就是没有什么用这样子 我们之后我认为呢 在比较有用的是conditional的generation 也就是你可以输入一些条件 比如说输入文字 让机器产生对应的图片 或输入图片 让机器产生另外一张对应的图片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到 如果现在你不是输入一个random的东西 而是输入一个 你了解那是什么 你可以control的东西 比如说文字或者是影像 然后让机器产生对应的东西 那这个技术就有非常多的应用 那这个呢 我们之后再提 我们今天呢 就只focus在让机器吃一个随机的项量 它就要output你想要的object 这样子的application上 那我们刚才讲过说 在gain里面我们想要训练的东西 我们想要用这样机器 我们想要找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个generator 那这个generator 它是一个neural network 那我们都知道说 所谓的neural network 它其实就是一个function input一个东西 output一个东西 那在gain里面呢 它的input就是一个vector 如果今天是影像的生成 它的output就是一张image 或者是讲得更具体一点 在影像生成的话 generator的output就是一个 high dimensional的向量 generator output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呢 非常非常的长 那这个向量的每一个dimension 就对应到影像中的 一个pixel的颜色 那你把这个high dimensional向量 排成一张影像的样子 那你就可以让generator呢 产生一张图片 或者是讲得更具体而言 假设你今天要想要让机器做二次元人物头像的生成 那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你有一个generator 随便给它一个向量 它的输出呢 就是一个二次元人物的头像 那这张图呢 是机器真正生成的 我是用右上角这个程式的生成的 而通常输入的这个向量 它的每一个dimension 会对应到图片的某种特征 也就是说 你改变了其中一个dimension的数值 你就会发现说 你产生出来的图片的某种特征 有所改变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觉得 假设第一个dimension 对应到的是头发的长度 那你把这个vector 它的第一个dimension 从0.1调到3 那generator的output 就会是一个长头发的角色 或者说 假设这个input的vector 它的倒数第二个dimension 对应到头发是不是蓝色的 那值越大代表头发越蓝 那你把这个值呢 从2.4调到5.4 那你产生出来的角色 就会变成蓝头发的角色 那这两个角色看起来非常像 因为你只改了倒数第二维而已 其他维度的值是固定不变的 你只改了倒数第二维而已 所以它只改变了头发的颜色 那其他的特征呢 仍然会是很相似的 或者是说呢 假设最后一个维度代表的是嘴巴的大小 那本来这个值很小 所以它是五口的状态 你把这个值调大 然后它就笑起来了 就笑头藏开这样子 那这个是generator 那在gain里面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呢 就是你同时会训练 变一个discriminator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说 这个discriminator和generator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先来看一下这个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discriminator它也是一个neural network 我们刚才有讲过说 neural network就是一个function 吃一个东西当作input就输出一个东西 那discriminator它是吃一张图片当作input 假设你今天要产生的是图片的话 它就是吃图片当作input 假设你今天要产生的不是图片 是文句的话 是句子的话 那它就吃句子当作input discriminator吃一张图片当作input 它的输出呢 是一个scaler 是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数值代表说 产生出来的这张图片的quality 这个数值越大就代表说 产生出来的这张图片的quality越高 它看起来越像是真实的图片 它看起来越realistic 所以这一句要讲的就是说 产生出来的这个数值越大 这个数值越大 discriminator over的数值越大 就代表输入的图片越真实 举例来说 假设你现在要做恶势人物头像的生成 那你让机器吃这张图片 因为这个画得很好 所以就是1.0 这个也画得很好 所以off就1.0 假设1.0就是他可以输出最大的值 那或者是假设这个画得很差 那机器可能就给他0.1分 这个也画得很差 机器就给他0.1分 这个就是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 等一下那个第三堂课的时候 助教会来讲一下作业 那作业三座的呢 就是二次元人物头像的生成 那一样呢 分成这个3-1 3-2 3-3 那3-1 就是做二次元人物的头像圣神 那等一下细节就交给助教来讲 那在店里面啊 我们说有一个generator 有一个discriminator 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就好像是这个猎死者 跟他的猎物之间的关系 怎么说呢 右上角这个啊 这是一只枯叶蝶 这不是一个枯叶 这是一只枯叶蝶 那我们知道枯叶蝶长得跟枯叶 非常的相似 那为什么枯叶蝶可以长得跟枯叶 非常的相似呢 那是因为有天者的压力 那枯叶蝶的祖先呢 他也是彩色的 但是你知道 因为麻雀呢 会吃这个枯叶蝶 所以枯叶蝶在天者的压力之下呢 他就变成是棕色的 因为麻雀判断一个 蝴蝶的论诗的标准呢 就是看说 他是什么样的颜色 如果他彩色的就会被吃掉 如果棕色就不会被吃掉 在天者的压力下呢 枯叶蝶的祖先呢 就变成是棕色的 但是枯叶蝶的天敌呢 他也是会演化的 比如这个东西它是啵啵 对不对 然后啵啵进化呢 就会变成蝵蝶鸟 如果说错了 你等一下记得纠正我 还是蝵蝶鸟会进化变蝵蝶 没有 是鼻鼻鸟,我记得是对的,所以这个是鼻鼻鸟,所以啵啵后来就进化成鼻鼻鸟。 鼻鼻鸟看着一个东西不能吃的标准,并不是看颜色,而是看它有没有叶脉的纹路,如果没有叶脉的纹路还是会被吃掉的。 所以忽悦底的祖先在天择的压力之下,它就产生了看起来像是叶脉的条纹,它可以骗过这个鼻鼻鸟。 那其实鼻鼻鸟也会在进化,它在进化,它可能有别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吃的。 那枯叶蝶也会在不断的进化,所以他们这个烈食者和天敌就会在互相的结抗之中变得越来越强。 而这个枯叶蝶就像是generator,而它的天敌就像是discriminator。 所以今天假设你要让机器做二次元人物头像的生成,那首先你要准备一个database。 这个database里面有很多真实的二次元人物的头像。 接下来呢,一开始你的generator,我们说generator就是一个network嘛,一开始它的参数是随机的。 所以一开始你的generator,它也不知道要怎么产生二次元人物的头像。 所以它只能够产生看起来像是杂讯一样的东西。 那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就是给它一张图片,判断说呢,这张图片像是generator生成的,还是像是真实的图片。 然后接下来呢,generator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想办法填过第一代的discriminator。 第一代discriminator可以分辨第一代的generator的output和真实图片之间的差异。 举例来说,它可能就用有没有颜色来判断它们之间,它就用一张图片有没有颜色来判断它是真实的,还是被生成的图片。 而所以第二代的generator它进化了,它想要遍过第一代的discriminator,所以它就会产生有色彩的图片。 但是discriminator跟着也会再进化,第一代discriminator会被第二代generator产生的图片偏过。 但是第二代的discriminator,它会学着去分辨这两种图片之间的差异。 举例来说,它可能会发现说,如果是真实的图片,它是有嘴巴的。 如果是第二代generator产生的图片,是没有嘴巴的。 它就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说,一张图片是不是真正的图片,是不是真正人化的二次元人物的头像。 那generator就会跟着再进化,变成第三代的generator。 第三代的generator产生出来的图片,可以骗过第二代的discriminator。 但是第二代的discriminator会进化成第三代的discriminator。 所以这个generator和discriminator它们就会不断地进化,所以generator产生的图片就会越来越真实。 那因为今天这个generator和discriminator有一个对抗的关系,它们像是天敌与被猎使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用adversarial这个词汇,adversarial就是对抗的意思,用adversarial这个词汇来命名这个技术,叫做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但有人就会问说,那为什么是让两个network互相对抗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彼此合作呢?为什么世界不是充满爱与和平呢? 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而已。现在这个讲法让你觉得他们是在对抗的。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Gam这个技术是Eam Goodfellow在1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如果你看他原始的paper,他是用一个做假钞跟警察的例子。 就是generator他就不断地在做假钞,他是个坏人,他要做假钞。 discriminator是警察,他要去判断说现在这张钞票是真钞还是假钞。 然后最后generator会做的钞票会越来越像真钞,直到discriminator完全没有办法分辨为止。 这个几个例子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暴力与犯罪的例子。 因为你从那个例子看起来,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是对抗的关系。 但是你只要换一个例子,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其实可以看作是合作的关系。 你可以想成是generator就是一个学生,discriminator是一个老师,是指导教授。 generator要学习怎么画二次元人物的头像。 discriminator看过很多真人画的二次元人物的头像,他知道二次元人物的头像应该长什么样子。 所以一开始第一代generator就是一年级的学生,他不知道怎么画二次元人物的头像,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奇怪。 然后他就把这些图片拿给老师看,那一年级的老师会给他feedback,告诉他说,你这些图片跟真实图片的差异是,真实的图片有两个圈圈。 当然这只是一个拟人物的讲法,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告诉你说,实际上在trainnetwork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当然这个network,你不要以为说他真的会讲话,他不会讲话。 他这个只是一个比喻的讲法,等一下会讲说实际上train你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 discriminator发现说这两种图片的差别是,这个有两个圈圈,他都没有圈圈。 所以他就把这个资讯feedback给generator,告诉generator说,你画的这些图片跟真实图片的差异是你没有画两个圈圈。 这个generator接下来就升上二年级,所以他会记得老师的教诲,他知道说在画二次元人物头像的时候,应该要把两个圈圈点上去。 然后他就把他画出来的头像再给二年级的老师看。 他本来以为老师会说他好棒,但其实老师只会说他好棒棒而已,因为二年级的老师就变得更严格了。 二年级的老师会告诉他说,你画的跟真实的图片仍然有很大的差异,因为真实的图片是彩色的,你画的是没有彩色的。 所以generator接下来是三年级以后,他产生的图片就会变成是彩色的。 而generator就会不断地进步,那discriminator会变得越来越严格,学生会画得越来越好,然后老师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所以学生就可以画出非常像是真的人所画的二次元人物的头像。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你其实会发现,你其实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generator没有办法自己学呢?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discriminator介入? 为什么generator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些范例里面学习怎么产生二次元人物的头像?为什么一定要错过discriminator才能学习呢? 那等一下我会使得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更大的问题是,discriminator这么会批评,为什么他不自己做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困惑,老师为什么都不自己coding呢? 老师为什么都只用嘴巴coding呢? 等一下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之间的关系,他们就是写作敌人,念作朋友。 写作敌人,念作朋友的意思知道吗? 就是像是塔史亮和镜藤光的关系,或者像是佐助与民人的关系一样。 所以他们是朋友,也是敌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讲一下这个generated adversarial network它的演算法是怎么运作的。 那我们之后会讲到它的原理,还有它背后的理论。 那我们今天先不讲理论,我们就只讲它操作起来看起来像是什么样子。 那就算你对它的理论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了解,你其实从这个操作的过程,从这个演算法,你其实也可以体会到说为什么它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那我们有一个generator,有一个discriminator,他们都是network。 那我们到trainnetwork的时候,一开始你的参数就是random initialized 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的network的参数。 接下来呢,你要iterative的去train这个generator和discriminator。 你要跑很多的iteration,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呢,你要做两件事,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你把generator fix住,把generator参数固定住。 你只去调discriminator参数,你只去traindiscriminator,把generator固定住。 怎么做呢?你有一个固定住的generator,然后呢,你今天呢,把一大堆的random vector丢到这个generator里面。 那这个generator呢,就会产生很多的图片。 那因为一开始这个generator它的参数是随机的,所以它产生出来的图片并不会特别好,可能是非常糟的。 那接下来呢,你有一个database。我们刚才讲过说,如果你今天要让机器产生某种东西,你要收集那种东西的范例。 你要让它产生二次元人物的头像,你要收集很多二次元人物的头像当作范例。你要让机器写诗,你要收集很多的诗词作为范例。 所以你有一个database,里面都是二次元人物的头像。你会从这个二次元人物的头像database里面呢,sample出一些example。 所以你现在有两组图片,一组图片是从database里面sample出来的,另外一组图片呢,是generator所生成的。 那接下来呢,你就要去训练你的discriminator,你就要去调整你的discriminator的参数。 那怎么调discriminator的参数呢?你的目标就是,如果今天这个image是realistic的,就给它比较高的分数。 如果今天这个image是generator所产生的,就给它比较低的分数。如果是从database sample出来的image就是高分,从generator产生出来的image就是低分。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regression的problem,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classification的problem。 反正不管你怎么做,你就是要训练这个network,把这组图片丢进去,output的分数就是大的,把这组图片丢进去,output的分数就是小的。 我讲的更具体一点,你可能会说,你训练的目标就是,把这些四张图片丢进去discriminator,它output的值要你越接近越好。 把这四张图片丢到discriminator里面,它output的值要离0越接近越好。 你用这个quiterion去训练你的discriminator。 我相信这个在实作上对大家来说都不是论题,就跟一般训练什么,训练一个network做regression,或者训练一个network做classification,意思是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下一步呢,我们要固定住discriminator,我们只去调generator的参数。 上来前一步,是固定住generator,只调discriminator,在discriminator训练好了,固定住discriminator,只调generator。 那怎么调generator的参数呢?你先把一个vector丢到generator里面,generator会产生一张图片。 接下来把这张图片丢到discriminator里面,discriminator会给它一个分数。 那generator它训练的目标就是要去骗过discriminator,但所谓的骗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 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我们希望generator产生出来的图片,discriminator可以给它比较高的分数。 我们固定住discriminator的参数,只去调generator的参数。 希望generator的output就到discriminator以后,它output的值可以越大越好。 那也可以想见说,刚才在前一步骤里面,我们已经把discriminator训练好了。 这个训练好的discriminator,看到好的image,就会给它比较大的分数。 那既然generator可以调整它的参数,使得它output的image,discriminator会给它高分。 那显然generator产生出来的image,会是比较真实的。 因为discriminator是看到真实的图片才会给它高分。 generator既然可以调整参数以后,产生出来的图片是discriminator会给高分的, 那显然generator产生出来的图片会比较真实。 那实际上你在implement这个code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呢? 实际上你在implement的时候,你会把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合起来,当作是一个巨大的内容。 让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假设你的generator是5层,你的discriminator也是5层。 你就是把这个前面的5层跟后面的5层接在一起,变成一个有10层的内容。 这个10层内容,input是一个vector,它的output就是一个数值。 但是在这个10层的内容里面的其中一个hidden layer,它很宽。 它的output就是一张image。 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假设你这个是64x64的image,那你就会有其中一个hidden layer,它的output会output64x64的数值。 它会output64x64为。 你把那个hidden layer的output拿出来,你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张image。 反正在train这个network的时候,你就是固定最后几个hidden layer,只调前面几个hidden layer,让它的output的值越大越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让output越大越好,所以不是gradient descent,gradient descent是让你的目标越小越好。 那你做的事情其实是gradient descent,和gradient descent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你只是把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成一个不好而已。 所以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你就是把generate和disperimentator接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layer,然后把这个巨大的layer的最后几个layer fix住,只train前面几个layer。 那目标是要让整个layer output的值越大越好。 那你会发现说,因为你的目标是要让整个layer的值 output越大越好,所以固定住最后几个layer是非常有道理的。 假设你不固定住最后几个layer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目标是要让output越大越好。 这个最后就是output一个scaler。 那其实只要调最后一个layer的weight,让它的值越大越好,马上就可以让最后的output爆表。 但是因为最后的这几个layer是固定住的,你只能够调前面几个layer,想办法让最后的output越大越好。 好,那我们等一下讲完正页以后,停下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这边更正式的把这个alquism再讲一次。 我们有一个discriminator,它的参数是θd,我们有一个generator,它的参数是θg。 好,那整个演算法呢,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call一下这个演算法,也就可以完成作业三支一了。 这个演算法是这样。 对啊,是不是这样了? 你有一个database,当然这个database在作业三支里面是我们提供的,提供你一个很大的database, 就像是我们chain network的时候batch size。 那and你要调一下,比如说32,64,它是batch size。 好,那同时呢,你要找一个distribution,那这个distribution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你可以在作业里面verify一下,你觉得这个distribution对你的结果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distribution可以是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可以是gaussian distribution,都可以。 我们假如说gaussian distribution,你从gaussian distribution里面sample出ang个vector。 那自己这个vectordimension要多少?要五维?还是十维?还是一百维? 这个你自己决定,这是一个参数你要调的。 你就sample出ang个vector,从一个gaussian distribution里面sample出ang个vector。 好,那接下来呢,你就根据这ang个vector,你会去产生m张image。 我们刚才有说generator就是吃一个vector,output一个image。 那我们把generator产生出来的image呢,用sdota来表示。 就把这ang个vector丢到generator里面,让它产生m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呢,你就要去调整你的discriminator。 所以前半部是在训练你的discriminator。 那怎么调discriminator呢? 以下这个式子只是一个范例,你可以用这个式子,也可以用别的。 那我们之后会讲说,也许用别的结果会更好。 那这个只是最原始的gain的paper。 它的式子是这样写的,它说我们要去maximize这个objective function。 我们要去maximize这个objective function。 这个objective function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我们把m张真实的图片拿出来,把它们都通过discriminator得到分数, 然后取一个log,再把m的图片得到的分数通通平平起来。 那我们要让这个objective function的值越大越好。 那意味着我们要让logd越大越好。 也就是我们要让d越大越好。 所以这个式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训练discriminator, 让它可以给真实的image,让它可以给这些真实的image的值越大越好。 好,那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是什么? 第二项是说,把这些假的图片, 把这些generator产生出来的图片, 丢到discriminator里面,产生出一个value。 那这边你的discriminator其实你的output会先通过sigmoid, 所以它的值会是介于0到1之间的。 那你其实不要sigmoid也可以啦, 不过这边如果没有sigmoid的话, 你1减掉大于1的值再去log会有问题啦, 所以你这边就给一个sigmoid。 所以这个d的值一定是落在0到1之间。 那你可能问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这个不一定要这样,这样做没有比较好这样子。 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会告诉你说, 这样做其实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这个只是最原始的方法, 但你用这个方法是做得出来作业三值1的。 那你今天把这个假的generator产生出来, 就在discriminator里面, 他还会给他一个分数, 把1减掉这个分数再去log, 然后去平均值, 再希望这一项越大越好。 希望这一项越大越好, 意思就是,希望1减d 的值越大越好。 希望1减d 的值越大越好, 意思就是说你希望d 越小越好。 也就是第二项的意思是说, 你希望训练你的discriminator, 这些discriminator如果把generate 写出来的image当作input的话, 它off的值要越小越好。 你有这样一个objective function, 你要去maximize这个objective function, 怎么maximize这个objective function呢? 你就套一下gradient ascent, 那如果是gradient descent的话, 这边是减的, 如果你要让这个objective function, 你要让你的lost function越小越好的话, 你会取gradient, 然后乘这个learning rate, 然后把它剪掉。 但是因为现在是要让它越大越好, 所以这边是加的, 你对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取它的规点, 趁它的规点, 然后乘上learning rate,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原来的参数, 那就得到新的参数呢, 那至于learning rate要怎么调, 你永远可以用一些什么adden啊, 等等的进阶的技术, 来设定这个learning rate。 好,那这边, 这边在这个式子里面啊, 我们只写说把这个setrd update一次参数, 但至于说你要update几次参数,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hyperparameter, 是你要调的。 你可以说在这边, 我执行这一项三次, 我执行这一项五次都可以, 这是一个参数你要去调它的。 好, 这个是训练discriminator, 那你把discriminator训练好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训练呢, 这个generator。 好,那怎么训练generator呢? 我们一样呢, 去sample出n比data, n个random的vector。 那这n个random的vector, 不需要跟这n个random的vector一样啊, 他们可以就是另外samplen比, n个random的vector。 好,接下来训练的目标, 我们刚才说, generator要想办法去骗过discriminator。 如果把它的式子写出来, 是什么样子呢? 把它的式子写出来就这样, 你把这个random的vector丢到generator里面, generator会产生一张image。 这边看起来有点复杂, 我们把它logdofgofz, 看起来有点复杂。 那我们一下一下来看, gofz就是一张图片, 我把z丢到generator, 因为它产生一张图片, gofz是一张图片。 把这张图片丢到discriminator里面, dofgofz是一个数值, 然后呢, 再把它取log, 再对所有的sample出来的data, 一个batch里面的data去平均。 那你希望这个值越大越好。 也就是你的意思是说, 你希望generator output出来的这个image, 丢到discriminator以后, 它输出来的值呢, 越大越好。 这个是你要训练的目标, 然后接下来你就用radian ascend, 去调你的generator参数, 希望它可以让这个objective function的output 值越大越好。 那红色的部分就是训练generator, 那这两个步骤就会反复的执行, 你训练好discriminator, 接下来训练generator, 再回头去训练discriminator, 再训练generator, 这两个步骤会反复的执行。 好,讲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呢? 针对这个algorithm, 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呢? 好,没有的话呢, 有吗?没有哈? 好,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 实际上你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结果。 好,那这个是我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下 enemy face的generation, 在网路上可以找到database, 那连结在下面。 我们用的database, 在座里面用的其实不是这个database, 我等一下告诉你说那个database是哪来的。 就载了一个database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call again, 你就可以开始去劝它了, 开始劝它了。 好,那这个是update100次参数以后的结果, 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 那update1000次以后, 这个时候generator就知道说, 二次元的人物应该是有眼睛的, 好像就把眼睛点出来。 update2000次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它把嘴巴也点出来。 update5000次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呢, 动画人物就是应该要有水汪汪的大眼睛, 所以发现这个眼睛都变得很大, 所以它们都有一个反白。 然后接下来update10000次以后, 得到的结果像是这样。 那看起来有点像是水彩画的感觉, 它有很多地方都晕开了, 看起来有很多地方都晕开了, 但是有一些看起来比较有二次元人物的头像的样子, 只是感觉画的没有很好, 只有水彩画的所以有点晕开的感觉。 好,那这个是update20000次的结果, 这个是update50000次的结果, 那就停在update50000次的地方。 那你发现说, 这边有很多头像已经看起来非常真实了, 但这个其实并不是真的做得特别好的。 这个是上学期同学教给我的结果, 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可以做到这样。 他们其实用了自己搜集的data, 对,他们的data是自己搜集的, 那我们这学期用的就是他们搜集的data, 然后感谢他们提供他们搜集的data给我们。 所以理论上你这学期做出来应该就是要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真实, 比很多作画会崩坏的动画公司化的都还要好了。 还是有一些崩坏啊, 看你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好,那这个是二次元人物的生成,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作业三之一。 那当然也可以做三次元人物的生成, 然后可以做真实人脸生成。 这些人脸都是机器生成的, 网络上有一个这个名人的脸的data base, 你就载下来就可以让机器学习产生真实的人脸。 那你怎么会问说,产生真实的人脸有什么用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这样子。 因为随便去路边拍一张, 拍一个人都会比机器产生的还要更加真实。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机器可以产生你没有见过的头像。 我们刚才有说, 你input vector代表了输出的图片的特性。 所以如果你input,这个只是举例啦, 实际上你这个input vector通常不会设二维, 你这样至少做个十维或者是五十维之类的, 或者是一百维。 那假设你input00, 他output是这个人。 input0.0.9, output是这个人。 接下来呢, 你可以input这两个vector之间的内差, input这两个vector之间的interrelation,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output结果。 你会看到这两个人脸之间的连续的变化。 在上面呢,是更多的例子。 那我发现说, 机器真的可以学到说, 这个人脸他是朝右看的, 这个人脸是朝左看的。 当机器要产生这个朝右看的人脸跟朝左看的人脸之间的内差的时候, 他并不是把两张脸叠起来变成一个双面人。 他自己知道说, 朝右看的脸跟朝左看的脸如果内叉的话, 就是朝正面看。 所以机器自己知道说, 把这个人脸转正, 然后再转过来。 然后这边有更多的例子。 那这个机器要学到这件事情, 完全不需要hand crafting, 就并不需要给他什么规则啊, 物理模型啊, 都不用。 看很多真实的照片以后, 他自己就可以学到这些事情了。 这个是蛮神奇的。 那刚才讲的是GAN的操作, 那其实如果你知道那些操作, 你应该就可以做得出作业三十一了。 那接下来, 我想要花一些时间从概念上讲一下GAN的原理。 为什么? 他是这样运作的。 那我们在开学的时候, 其实就有讲过说, GAN其实可以被视为一种structured learning的技术。 那什么是structured learning呢? 其实我们开学已经有讲过了, 但我们再非常快的复习一下。 所以structured learning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知道说, machine learning就是找个function, input一个东西, output另外一个东西。 那我们说如果是regression的task, machine就是output一个数值。 如果是classification的task, machine就是output一个class。 但是如果你今天遇到问题是更复杂的, 你要机器的output, 不是一个数值也不是一个class, 它可能是一个sequence, 它可能是一个matrix, 可能是一个graph, 可能是一个tree, 这个时候这个任务就叫做structured learning。 那我们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举例来说, translation是structured learning的问题, 因为machine要输出一个句子。 语音辨识是structured learning的问题, machine要输出一个句子。 chair bar, 其实大家在作业2-2里面, 已经有做了train bar, chair bar其实也是一种structured learning的问题, 所以也是input一个sequence, output一个sequence。 那可能就想说, 那我们说get是一个可以用在structured learning的技术, 可不可以把get用在train bar上呢? 可以这样子, 你那个sequence-to-sequence如果train得起来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加上discriminator, 可以让它的回答更好这样子。 那你要先把那个sequence-to-sequence先train到ok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做得怎么样了。 好, 那也可以让机器产生一个matrix, 什么时候让机器产生matrix呢? 如果你要机器画一张图, 那就是产生matrix。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徐一来说也可以输入这种图案, 让它产生这样子的真实的房子, 或者是输入黑白的图片, 让它产生彩色的图片。 那你甚至可以输入文字, 让机器产生image。 那所以我们在作业三十二里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大家做输入一些二次元人物头像的特征, 比如说头发颜色, 眼睛的颜色, 要输出对应的二次元人物的头像。 这个是在作业三十二要大家做的事情。 细节我们就下周再公告。 好,那为什么structured learning, 它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首先我觉得structured learning, 它可以被视为是一个one-shot learning, 或者是zero-shot learning。 什么叫做one-shot learning, 或者是zero-shot learning呢? 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分类的问题, 你要做分类的问题的时候, 每一个类别你都要给机器一些例子。 比如说, 你要机器分别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差异, 你要给它一百张苹果的图片, 一百张橘子的图片, 它才能够分辨说给它一个水果, 它是苹果还是橘子。 那所谓one-shot learning, 或者是zero-shot learning的意思是说, 假设有些类别, 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范例, 或者是只有非常非常少的范例, 那你能不能够做得起来。 那我觉得structured learning这个问题, 它可以想成是一个极端的one-shot learning, 或者是zero-shot learning的problem。 因为在structured learning里面, 你output的东西是一个structure, 比如说一个句子。 那在你的整个training data里面, 从来没有可能没有任何句子是重复的。 你的testing data跟training data, 他们的句子可能也是完全没有重叠的。 假设我们把每一个不同的句子, 就假设你今天做的是structured learning 可以让机器output一个句子,比如说翻译。 假设你今天把各种不同可能的每一种output 都视为一个class的话, 那每一个class, 在training data里面每一个class, 它可能就只出现一次。 而testing data出现的那些class更惨, 它根本在training data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所以假设我们把每一种机器可能的output 视为一个class的话, 那其实structured learning 是一个极端的one-shot learning 或者是zero-shot learning的problem。 所以, 因为这些class, 它都只会出现一次。 所以在这种structured learning 的task里面, 如何学到一般化, 如何学着去输出 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你可以想象说, 要让机器做到这件事情, 要让机器可以输出它在training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 那这个机器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智慧的。 或者是讲得更你人化一点, 讲得更像农场文一点的话, 机器必须要学会创造, 它才能够解structured learning 的问题。 因为它在testing的时候, 它需要输出的正确答案, 很有可能是training的时候, 它一次也没有看过的。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创造。 那如果今天机器要解决structured learning 的问题, 它必须要有规划的概念, 它必须要有达局观。 因为今天机器要产生一个很复杂的物件, 而这个复杂的物件, 是由很多比较简单的component所组成的。 举例来说, 如果是影像生成的话, 机器仍然是产生一个一个pixel, 但是所有的pixel合起来, 必须要能够变成一张人脸。 那机器在产生这张图片的时候, 它一定要在心里plan清楚说, 我画这个, 我点这个pixel上去代表是眼睛, 点这个pixel上去代表是嘴巴, 才不会变成说, 画三只眼睛, 画两张嘴巴等等。 所以今天在这个structure learning里面, 真正重要的不是你产生了什么component, 而是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假设你今天说我要让机器学会, 画一个数字, 写一个数字出来, 那机器一开始说, 那我在整张图上面, 中间点一个点。 那点一个点这件事情, 它本身是中性的, 它不见得代表结果会是好的, 也不见得代表结果会是不好的。 因为假设最后机器画出来的数字是长这样, 那结果是好的。 然后画出来的数字是长这样, 那整个就是坏掉了。 文字的生成也是一样, 机器要产生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甚至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单看生成的一部分, 你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可能是纪晓兰的故事, 纪晓兰的故事是说, 有一天纪晓兰去帮汉林的老婆祝寿, 然后就写了一个诗, 诗的开头就是这个婆娘不是人, 然后大家就生气了。 还有下一句就是九天玄女下凡尘, 然后大家就高兴了。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只看第一个句子, 它是一个负面的句子, 但是把第一个句子和第二个句子合起来, 如果有大局观的话, 如果可以看整个完整的输出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正面的句子。 而这个东西是机器在做structure learning的时候, 它必须要学会。 所以这边想要表达的事情是structure learning, 是一个有趣而有, 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好, 那我觉得GAN呢, 它其实就像是, 它其实是一个structure learning的solution。 那其实在传统的structure learning的文献里面, 有两套方法。 一套方法呢, 是button up的方法, 一套方法呢, 是top down的方法。 所以button up的方法是说, 我们今天要产生一个完整的物件, 机器是一个一个component, 分开去产生这个物件。 那这样的缺点就是, 很容易失去大局观。 那所谓top down的方法是说, 从产生完一个完整的物件以后, 再去从整体来看看说, 这个产生的物件好不好。 这样讲有点抽象, 等一下会具体的告诉大家说, 这件事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但是这边的坏处就是, 用这个方法, 你很难做generation, 这个我们会讲到。 而generator, 可以就视为是一个button up的方法, 而discriminator, 可以视为是一个top down的方法。 那把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呢, 就是generator, versal network, 就是get。 好,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们刚才不是说有两个问题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generator不能够自己学? 我们先来看看说, generator是不是可以自己学? 事实上generator是可以自己学的。 我们说, 今天generator的学习就是, 就是input一个vector, output一个image。 就假设我们现在用手写数字当作例子, 你用output一个vector, output一个数字的图片。 output不同vector, 就要产生不同的图片。 那要训练这样一个network的generator, 训练这样一个nn的generator, 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说, 在传统的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 你就给network input跟output的pair, 然后就是train下去, 就得到结果了,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要generator输入就是vector, 输出就是图片, 我们能不能够收集这样的pair呢? 你当然可以收集这样的pair, 因为假设你有一个database, 里面都是一大堆的数字的图片。 接下来, 你给每一个数字, assign a vector, 就结束了。 因为你接下来就可以说, 我train个network, 然后呢, 我们看说, 这个1, 它的vector是0.10.9, 所以输入0.10.9, 就到这个generator里面, 我就要output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跟它的目标, 也就是这个1, 越接近越好。 这完全跟一般train supervised learning 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用gradient descent, train下去, 就结束了。 相信大家都可以multimplement这种network, 那这个跟train个classifier是一样的, 只是好像有点反过啦, 因为这件事, 输入一个vector, 输出一张图片, 那虽然说输出图片, 你平常不会做输出图片这件事, 但实际上你做的, 就只是输出一个很强的向量而已, 就只是输出一个很强的向量而已。 那跟一般的分类就是相反的, 一般的分类是, 输入一个图片, 然后输出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每一个维度呢, 代表了, 对应到某一个数字。 所以这两种generator training和classifier training, 其实根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train它。 但是这边的问题是, 你怎么产生这些数字呢? 你要怎么产生这些数字呢? 你可以说我随机产生, 但是如果你随机产生的话, 到时候这个generator training可能会非常困难, 因为这两个e是很像的。 但是如果它们input vector非常不一样的话, 那可能很难认出一个network, input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却output非常像的东西。 所以你可能会希望说, 如果今天这两张图片它们有共同的特征, 它们对应到的这个vector, 就应该有某些相似之处。 举例来说, 我在这个vector的时候呢, 1我都给它第一围是0.1, 2的第一围给它0.2, 3的第一围给它0.3, 然后如果向左斜呢, 第二围就给它负的值, 向右斜呢, 第二围就给它正的值等等。 你可能会希望你input的这个vector, 它跟output的东西的特征还是有关系的。 那这件事情怎么做到呢? 你怎么样产生这样子的vector呢? 还是有办法的, 你可以认一个encoder。 这个encoder是给它一张图片, 它把这个图片的特征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那这个向量就是这边的code。 给它一个图片, 它把它这个图片的特征用向量来表示, 这个向量就是这边的code。 那怎么圈这样的一个encoder呢? 记不记得我们在讲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一个技术叫做autoencoder。 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得, 我只是很快很快的复习一下。 autoencoder做的事情就是给一张图片, 它把它变成一个code。 就autoencoder里面有一个encoder, 有一个decoder, encoder做的事情是给它一张图片, 它把这个图片变成一个code。 但是encoder本身不能够自己train, 一定要再加一个decoder才有办法train。 decoder是一个code, 它会把这个code变成一张图片。 在training的时候给一张image, 这张image被encoder变成一个vector, 然后decoder会把这个vector解回原来的image。 那你希望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 所以你今天在train一个autoencoder的时候, 你就随便选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变成code, 这个code透过decoder变回原来的image, 那你会希望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 那你仔细想想, 这个decoder其实就是一个generator。 我们刚才说那个generator做的事情, 就是给它一个code, 要它产生某一张对应的图片。 那我们现在已经告诉你说, 我们有一个encoder, 它的目标就是它的工作, 就是产生一个图片的code。 所以这张图片, 它对的code就是这个。 那decoder的学习, 就是看到这个code, 要产生那个code对应的图片。 所以这个decoder, 根本就是我们要学的generator。 所以事实上, 你认好一个autoencoder以后, 你把decoder拿出来, 那个就是我们的generator, 它就可以拿来产生image。 你就可以随便丢一些东西, 它就会output你想要的安全。 举例来说, 你完全可以认一个数字的产生器, 这个非常简单, 你回去一秒钟就可以做出来。 那个autoencoder, 它的中间的code是两维。 然后呢, 你把那个decoder拿出来, 随便给它一个两维的vector, 它output就是一个数字。 举例来说, 假设你现在给它, 这个是真实的例子, 你给它-1.50, 它就输出这样子的image。 你给它1.50, 它就输出这样子的image。 那如果你在这一个四方形的范围内等距的sample, 你就可以看到一堆数字的连续的变化。 举例来说, 第一维可能跟它是有没有圈圈有关, 就越往左就有圈圈, 往右就是棍子。 那如果是看这个纵轴的变化的话呢, 可能跟它的方向有关, 举例来说本来是朝左偏的, 往上以后呢, 就会变成朝右偏的。 好, 那这个是autoencoder可以做的事情。 那用autoencoder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training data里面的image是有限的。 generator可能可以认到说, 看到vectora产生这张图片, 看到vectorb产生这张图片。 但是, 看到vectora跟vectorb的平均, 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图片呢? 你可能觉得说, vectora对应到的e是向左的, vectorb对应到的e是向右的, 把这样的东西合起来, 应该产生一个是正的e。 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因为a的generator, 它是一个network, 它是非线性的。 a可以产生这个图片, b可以产生这个图片, 把它们平均以后丢进去, 未必产生出来的是数字, 你可能拗不出来的东西就是noise。 你实际看上看, 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也是在machine learning那门课里面我们讲过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variational的autoencoder, 也就是vae。 那在variational autoencoder里面我们说, encoder不只是产生一个code, 这边这个n代表它产生出来的code, 它不只是产生一个code, 它不只是产生一个vector, 它还会产生每一个dimension的variance。 接下来你从normal distribution里面呢, 去sample一堆noise出来, 把这些noise跟这个variance相成, 把这个noise加到你的code上面去。 再把有加noise的code丢到decoder里面, 然后decoder要根据有noise的code, 还原出原来的图片。 那如果有这个技术的话, machine就会知道说, 它不只看到vectora要产生数字, 看到vectorb也要产生数字, 看到vectora加一些noise, 看到vectorb加一些noise, 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必须要是数字。 所以有了variational autoencoder,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encoder,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decoder呢, train的更加稳定。 你可以让你的decoder, 就算input的这个vector, 是在training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过的vector, 它output的东西, 仍然可能是合理的upcode。 那这个都是复习我们在machine learning那门课, 曾经讲过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说, 那这整套技术, 它少了什么样的东西? 它少了什么样的东西? 讲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呢? 诶,你说,你说。 诶,你说。 诶,那个是你自己决定的, 它就跟内容的参数一样, 是你要调的。 但是通常这个code, 它会是一个low dimension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我们通常的假设是这个样子, 假设你今天做的是, 假设你今天做的是image的generation, 那你的decoder的output是image。 虽然image它本质是一个high dimensional vector, 但我们相信说这个image它在high dimensional中, 它其实是一个low dimensional的metaphor, 比较本质上它的分布是low dimension的。 所以你今天要产生这个image, 你input code不需要是high dimensional的东西, 它只需要是一个low dimensional的vector就好了。 但是到底dimension该多少? 到底是五维、十维还是五十维? 这个东西你是需要调一下的。 确不起来增加dimension会有效, 但是增加dimension以后未必会得到你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今天trend是一个autoencoder, 那你训练的目标是要让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嘛, 对不对? 那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实非常简单啊, 你把中间那个code开的跟input一样大, 那你把中间那个code开的跟input一样大, 那你其实就不会有任何loss, 因为machine只要学着一直copy就好了。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今天虽然说你input的vector开的越大, 你的loss可以压得越低, 但loss压得越低并不代表你performance会越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调一下的。 为什么要有sigma,是吗? 你是说为什么sigma要是trend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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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所以今天呢, 假设我们没有任何额外的control, 我们只想要minimize reconstruction error, 最后你trend出来的结果,sigma就会变成0。 但是实际上在trend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说,这些sigma的值不能够太小, 它要越接, 它其实需要,在trend的时候有凯提论是, 希望这些sigma的值越接近一越好。 你不希望sigma太大,但是它也不可以太小。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最后认出来sigma并不会变成0。 这样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吗? 就是这个,就是这一项,就是这一项,就是这一项。 其实大家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困惑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machine learning的论语,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machine learning那一堂课有说过的。 在这个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呢? OK吗? 如果OK的话,我们要继续哦。 好,那这一部分我想要, 接下来我想要讲的是说, 那这个autoencoder的trending, 它到底少了什么样的东西。 那仔细想想看, 今天这个generator它在trend的时候, 它的目标是希望它的output跟某一张图片越像越好。 举例来说,这个2是你input的图片, 那你就希望generator的output跟这个2越像越好。 那什么叫做越像越好呢? 通常你计算的就是, 这两张图片它们pixel by pixel的察觉。 那通常每一个pixel它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真的在算这两张图片的, 它们是不是相似的, 所以你真正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两张图片表示成两个vector。 接下来呢, 你就算这两个vector的, 比如说, euclidean distance。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minimize的对象。 这两个vector, euclidean distance, 就代表这两张图片的差异的程度, 那你就希望它这两张图片, 它们的l1 distance或l2 distance越小越好。 但是, 事实上啊, 假设今天generator, 它确实可以完全copy你的target, 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真正在training的时候, generator是会犯一些错的, generator的capacity不会大到说, 它output的image一定跟它的target一模一样。 它势必会有一些取舍, 它没有办法完全copy这个output, 它会选择在某些地方, 不得不做一些妥协, 没有办法跟它的目标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 选择在什么地方做妥协, 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这个是你的目标, 今天有四个不同的generator, 它们产生了四张这样子的图片。 如果我们今天是看这个图片跟这个图片, 在pixel上的相似的程度, 你会发现说, 这两张图片插了一个pixel, 这两张图片插了一个pixel, 而下面这个图片跟它插了六个pixel, 这个图片跟它插了六个pixel。 所以对一个generator来说, 假设你learning的时候, 是希望open的图片跟目标越向越好, 那如果他第一天不得不犯一些错误, 他会倾向于产生这样子的图片。 因为这样子的图片, 它的错误只有一个pixel, 这样图片它的错误还有六个pixel。 但事实上假设你从人的观点来看, 你会知道说,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错一个pixel, 整个图片看起来就不对了, 整个看起来就不像是人手写的数字, 看起来就是错的。 但是下面这个case, 它只是把笔画弄得长一点而已, 它只是把笔画弄得长一点而已。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你是觉得可以的, 这个你是觉得可以的。 所以今天变成说, 你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去让你的output 跟你的目标越向越好, 单纯让你的output跟你的目标越向越好, 你可能generator就会选择产生这种图片, 而不是这种图片。 而今天呢, 在做这个structure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说, structure learning output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component, 那今天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关系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觉得这张图片是不行的, 并不是因为这边放了一个pixel有什么不好, 在这边放一个pixel这件事情, 本身是没有错的。 因为你如果说这边放一个pixel, 但是你可以把这边补满, 这边补满, 它仍然是一个像是人手写的数字。 所以并不是说, 你把一个pixel放在这边涂黑是有错的, 而是打这边涂黑以后, 在相邻的地方, 你没有把它跟着涂黑。 所以今天在一个structure learning里面, 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其实在train一个generator, 去生成图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一个layer的架构,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 让我们把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关系放进去。 举例来说, 今天假设你是做图片的生成, 那假设layerL就是整个generator的最后一个layer, 就是这个layerL, 它生出来的就是一张图片。 那这个layerL的每一个neuron, 它显然就对应到图片里的每一个pixel, 它output的数值就是那个pixel图的颜色的生前。 但是你会发现说, 在这整个架构里面, 假设layerL-1的值是给定的, 然后这个值是给定的, 那事实上每一个layer的output, 就假设你的weight已经给定了, 那前面这边的输出也已经给, 这边的layerL-1的输出已经给定了, 那事实上每一个dimension它的output, 其实是independent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假设这个neuron它产生了颜色, 它希望它旁边的人也跟着产生颜色, 好产生一个看起来像是realistic的image。 大家发现说实际上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办法互相影响, 它就自己产生它自己的, 它就自己产生自己的, 它们并没有办法互相配合, 一起去产生一个好的image。 所以这个就是你单纯的任一个generator困难的地方, 你单纯的任一个generator困难的地方。 但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解的, 因为假设虽然说如果只有只看一个dimension, 你没有办法考虑pixel和pixel之间的correlation, 但是如果你在多加几个heathen layer, 你就可以把这种correlation考虑进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想要用discriminator, 只单纯用autoencoder的技术, 想要做generation这件事情, 根据我们的经验, 如果今天你有同样的neuron, 一个是用game trend, 一个是用autoencoder trend, 往往就是用game的那个可以产生图片, 但是autoencoder的那个, 你需要更大的neuron, 才能够产生跟game接近的结果。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把这个correlation考虑进去, 那你其实会需要一个比较深的neuron。 那这个是一个toy的example, 那这个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说, 我们train一个generator, 而这个generator的input呢, 是一个二维的caution的noise。 那它的output呢, 就是绿色的这些点。 那它在output的时候, 它的目标啊, 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学会output, 蓝色的是这个generator, 不好意思, 刚才讲错了, 我刚才把这样的东西讲成绿色, 不好意思, generator的output是蓝色的这些点, 是蓝色的这些点, 绿色的是它的目标, 是它学习的时候的目标。 我们希望generator产生出来的, 是绿色的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但实际上如果你用variation的 autoencoder的技术去认下去以后, 你会发现说, 你最好只能够让这个generator 产生蓝色的这些点。 因为对generator来说, 要考虑pixel和pixel, 也就是dimension1和dimension2之间的correlation, 是有点困难的。 它并不知道说, 今天如果在x1的值很大的时候, x2如果值很大是好的, 如果值很小也是好的, 但如果值介于不大不小中间是不好的, 它不太容易学到这件事。 你就会发现说, 它在这个distribution和这个distribution之间, 还有一大堆的点散布。 在这个distribution和distribution之间, 有很多的点散布。 而这两个distribution, 这两个mixture, 它们靠得太近了, generator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了。 那这个呢, 是用variational open code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在休息之前,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们实际现场来关掉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好, 一边train, 还是可以一边继续讲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discriminator, 它没有办法自己产生image呢? 其实discriminator, 它可以自己产生image, 只是它非常的卡, 这样子。 它非常的卡。 好, 所以我们来复习下discriminator是什么? discriminator就是输入一个option, 输出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代表说输入的东西, 有多好。 那事实上呢, 这个discriminator, 在不同的文献上, 它可能有不同的名字。 比如来说, 它可能叫做evaluation function, 它可能叫potential function, 它可能叫energy function。 但是, 其实如果你在别的不同, 别的其他的领域, 曾经看过这些名字 function的话, 比如说potential function, 你想想看, 它是不是也是吃一个input, 然后就up一个scaler, 这个scaler就决定说, 这个input有多好, 或者是多不好。 所以discriminator, 在不同的领域, 其实是有不同的名字的。 那我们能不能用discriminator, 来生成upject呢? 其实是可以的。 那怎么用discriminator, 怎么用discriminator, 来做generation呢? 你就套下面这个式子。 不过我在讲它怎么做之前呢? 我们先来讲说, discriminator相较于generator, 有什么样的优势。 那我们刚才有说过, generator在产生upject的时候, 它是每一个component, 一个一个独立去生成的。 所以对它来说, 要考虑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correlation, 是比较困难的。 但对discriminator来说, 要产生, 要考虑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correlation, 就比较容易了。 对discriminator来说, 因为你是产生完一张完整的image以后, 再把这张image丢给discriminator, 让discriminator去给它评价, 看它好还是不好。 所以对discriminator来说, 它可以轻易的告诉你说, 这张图片就是不好的, 应该得到低分。 给它这张图片是好的, 就应该拿到高分。 那实际上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可能你的discriminator, 它也是一个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这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里面有一个filter, 是长这样子的filter, 这个filter会去detect说, 有没有isolated的pixel, 有没有pixel它周围都没有其他pixel, 如果有这种, 那就给它低分。 所以对discriminator来说, 当产生完一张完整的图片以后, 要检查这张图片里面的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correlation, 对不对? 是比较容易的。 在生成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一个component独立生成, 不容易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等整张图片已经生成完以后, 要再检查这个关系, 对不对? 是比较容易的。 好, 这个就是discriminator所占到的优势。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说, 那怎么使用discriminator来产生东西呢? 也就套用下面这个词。 假设你已经有一个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 他确实可以鉴别说, 应不应该x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那怎么拿这个discriminator来做生成呢? 你就说, 穷举所有可能的x, 一个一个丢到discriminator里面, 看哪一个xdiscriminator会给他最高的分数, 或给他很高的分数。 那那个discriminator会给他高分的x, 就是生存的结果结束。 那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surprise, 有可能穷举所有的x, 一个一个去检查说, 他丢到discriminator以后, 会得到高分还是低分吗? 假设你今天的x是一张image, 那image就是由一对pixel所组成的。 有可能穷举所有pixel的颜色的组合, 看说怎么样pixel颜色的组合, 会得到高分吗? 仔细想想,好像有一些难度。 但这边我要给你的答案就是, 无视这个问题。 我们先假设这一个穷举所有的x, 看哪一个x可以得到高分这件事情。 3号就是有某一个演算法,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假设你很仔细的思考以后, 也许你可以想出一个演算法, 来解这一个argmax的发本。 如果你可以解这个argmax的发本, 你就可以用discriminator来做生存。 但是这个生存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这个discriminator擅长的就是批评, 他不擅长作为有建设性的建议, 他只擅长批评, 就跟政论节目的名嘴一样。 你给他什么东西, 他都说这个是不好的。 你叫他真的想一个好的东西, 其实他是很难想出来的, 但是很痛苦。 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他就是有办法, 他就是有办法生成东西。 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他有办法生成东西的前提之下, 我们怎么样训练这个discriminator。 当我们在训练discriminator的时候, 简单来说就是要给他很多好的example, 包括他说这些好的example是高分的, 给他一大堆烂的example, 告诉他烂的example就是低分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手上只有好的example。 我们手上真正有的, 假设你是说恶确人物的生存, 你手上的data是人生存的data, 是人画出来的恶确人物头像。 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好的, 这些东西discriminator都应该给他高分。 但是这个时候, 你的discriminator只有positive example, 只有正面的例子, 完全没有反面的例子。 如果你只拿正面的例子去train你的discriminator, 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会发现说, 这个discriminator之后就会学到说, 看到什么东西, 他都会觉得是正面的例子, 都给他高分。 因为他训练的时候, 只有高分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低分的东西, 所以他就学到说, 看到什么东西都给他高分就是对的。 那这个显然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给machine一些next example, 但是从哪里找next example这件事情, 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 如果你今天你找出来的next example非常的差, 比如说, 你只能跟机器说, 哦, 人画的就是好的, 就是要给高分。 然后呢, 随机产生一大堆的noise, 这些noise就是要给他低分。 那对机器来说, 他当然可以轻易的分辨这两种图片的差别, 看到这种给他高分, 看到这种给他低分, 但之后给他这种图片, 也许画得很差, 但是他觉得说, 嗯, 这个其实还是比noise好很多, 也会给他高分。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今天怎么产生好的next example, 就变得很重要。 假设你可以产生非常真实的next example, 他这个其实还是有些错, 比如说这两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 你可以产生非常好的next example, 这样discriminator, 才能够真的学会见别好的image跟坏的image。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怎么产生这些非常好的next example呢? 你要产生这些好的next example, 其实你也需要一个很好的process去产生这些next example。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产生image, 我们才要train model, 这样就变成一个鸡身蛋诞生机的问题。 我们要有好的next example, 才能够训练discriminator, 我们要有好的discriminator, 才能够帮我们找出好的next example, 但这样就陷入一个鸡身蛋诞生机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怎么解这个问题呢? 你是用一个iterative的方法来解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怎么训练你的discriminator呢? 这个训练方法是这样的, 假设你有一堆positive example, 假设你有一堆next example, 那一开始你的positive example是人化的image, 你的next example是random sample出来的一堆noise。 那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 你的discriminator学会做的事情, 就是给这些positive example高的分数, 给这些next example低的分数。 接下来, 当你学会学出一个discriminator以后, 你可以用这个discriminator去做generation, 我们刚才说discriminator, 是可以做generation的, 你只要汇解这个argmax的problem, 你就可以用这个discriminator做generation, 你可以用这个discriminator generate出一些, 一堆他觉得是好的的image。 这些image, 我们用extel它来表示它。 有了这些原来的discriminator觉得是好的image以后, 接下来, 在下一个iteration, 你把原来random的image, 换成这些第一代discriminator觉得是好的image。 接下来, 你在updatediscriminator参数告诉它说, 这些是好的, 这些是不好的。 那你用了新的discriminator, 新的discriminator再解释ARGmax的problem, 因为discriminator变了, 所以它可能会产生更好的image。 这个process就一直反复的循环下去。 你可以只有一个discriminator去分辨图片的好坏, 它参数update以后, 它可以去产生更好的image。 然后接下来, 你就可以认更好的discriminator, 不断地反复这个process。 那这边是一个图示化的方式来讲说, 实际上的运作看起来像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红色的线, 代表的是discriminator的value。 你input一个object, 这个object其实如果是image的话, 它是分布在一个很高维的空间中。 那现在为了简化起见, 我们就说假设我们的object分布在意味的空间中。 那object随着它分布的位置不同, discriminator会给它不同的分数。 那你的real example, 假设是落在这个地方, discriminator当然要给落在这个区域的东西高的分数。 它应该要给其他的区域, 就不在这个高分的区域低的分数。 但是因为实际上呢, 这整个object可以分布的space, 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在一维空间里面, 你可能会觉得说, 反正这个地方是高分的, 那两边就应该给它低分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高维的空间, 你很难去把高维空间里面, 没有出现example的地方, 没有出现real example的地方的分数, 都把它压低。 那所以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 实际上的做法, 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刚才讲说, discriminator在trend的时候, 它是iterated的去trend的。 假设一开始, 你的real data的分布长这个样子。 那你有一些generate出来的data, 你有一些nexample, 它的分布是蓝色的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discriminator会去学着说, 给绿色的点高分, 给蓝色的点低分。 因为它只知道说, 给这个区域高分, 给这个区域低分。 它可能没有学到说, 到底要给这个区域多少分数。 所以搞不好认完以后, 这个区域的分数还比real data分数要高,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并没有给机器concitrant说, 这个地方分数是怎样嘛, 一直说这边分数要高, 这边分数要低, 那这个地方要怎样, 你其实是不知道。 然后接下来, 你认出第一个discriminator以后, 用这个discriminator去产生example。 也就是说, 去找出这个discriminator的, 好像是找出这个discriminator的弱点。 我们刚才说, 在这个iterative process里面, 你认discriminator, 然后接下来用discriminator去产生nexample, 也要用discriminator去找出自己的弱点。 但用discriminator产生nexample, 如果说我们有说, 怎么让discriminator做生成, 就是看说哪些图片discriminator会给他高分, 那些东西就是nexample。 如果是看这个例子的话, 如果是看这个例子的话, discriminator是给这些图片高分, 就如果你看这个discriminator, 他其实在这边分数是特别高的, 所以他是给这些图片高分, 那这些图片就是discriminator自己产生出来的nexample。 然后在下一个步骤里面, discriminator产生出这些nexample以后, 他要学到说, 他给这些example低分, 这些example高分, 那discriminator的形状就会改变, 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process就反复继续下去, 你就会想说, 这就好像是discriminator不断去寻找他的这个function里面的弱点, 看看哪边分数特别高, 就某个地方如果不是real example, 但他又突起来, 就在那边sample一些nexample, 然后在下一个iteration, discriminator就会把那个区域的值压下去。 这样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这边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好,这边,OK, 那这样酒不会overfit吗?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难回答的, 因为今天machine在做生成的时候, 它就是看说它的real data长什么样子, 它要产生像real data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data很少, 确实有可能有overfit的状况。 如果你今天自己在chimp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如果你的data很少, 其实你的gain也chimp得起来, 但是它chimp出来的结果, 你会发现说那些图片就是database也有的图片。 所以你会希望说你给它的图片够多, 它可以产生一些database里面, 它可以学到generalized的东西产生database里面没有的图片。 但是这个又跟一般的training和testing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在做gain的生成的时候, 你其实很难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overfit。 这样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OK。 那其实最后你就希望训练到说, 现在对discriminator来说, 在这个input space上面, 只有出现real data的地方, 分数才是高的。 这个时候你的net example跟positive example, 它们的distribution就会重合在一起。 当net example跟positive example, 它们的distribution重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这个training的process就会停下来。 那这个是discriminator的training。 假设我们今天知道说discriminator 其实可以拿来做生成, 你其实根本就不需要generator, 你光凭借着你的discriminator, 你也可以做生成这件事。 你可以想说, 有人真的拿discriminator来做生成这件事吗? 有的,其实有满坑满谷的work, 都是拿discriminator来做生成这件事。 假设你熟悉整个graphical model的work的话, 你仔细回去想一下, 事实上我刚才讲的那个training discriminator的process, 其实就是general的graphical model的training, 只是在不同的method里面, 讲法会略有不同而已。 举例来说, 我不知道大家对graphical model熟不熟啊, 就graphical model, 其实就是structure learning的一种, 然后graphical model里面呢, 又分成很多类, 比如说有bation network, 比如说有markov random field等等,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技术这样子。 那这边其实并没有列完所有和graphical model有关的技术, 这边列的其实是过去MLDS会讲的东西这样子。 其实MLDS的名字是machine learning having deep and structure, 所以本来这门课其实是有一半的时间会讲structure learning这个技术啦, 只是现在后来发现说讲到后来, 大家都不想听了这样子, 大家都只想要听deep learning, structure learning那个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其实是比较不想听的, 所以后来就不太讲structure learning的东西。 但是gen, 其实也可以被视为是structure learning的一种技术。 而在structure learning的技术里面, 其实那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其实就是graphical model。 如果你熟悉graphical model, 比如说marco random field或patient network的话, 你想想看, 在marco random field, patient network里面, 你是定一个graph, 你是定一个graph, 然后这个graph上面有一个potential function,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的discriminator, 其实那个graph就是一个discriminator, 然后你输入你的observation, 然后那个graph会告诉你说, 这组data产生出来的几率有多少, 那个几率就是discriminator assign的分数。 假设你不熟graphical model的话, 这边你听不懂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回去比较一下, 是不是graphical model里面你的那个graph, 你的potential function, 你的marco random field, 你的patient network, 其实就是discriminator。 你再回想一下, 当你去trainmarco random field, 或你trainstructure and SVM, train种种种的graphical model的时候, 总种和structure learning有关的技术的时候, 你是不是iterative的去train的? 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有positive, 有nextive example, 训练出你的model, 接下来用你的model sample出nextive example, 再去update model。 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training discriminator的流程,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把同样的事情换个名词来讲, 让你觉得不太一样而已。 你再仔细想想, 他们其实就是同一回事。 那这边呢, 就讲了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那我来比较一下generator和discriminator, 各自所遇到的问题。 generator遇到的问题, generator的优势就是, 它很容易做生成, 因为generator在生成的时候很快, 就是一个feedforward network, 那很快就可以生一个东西。 它的缺点就是, 它不容易考虑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的correlation。 它在学习的时候, 它只是去模仿某一个目标, 所以它只学到了那个目标的表象, 它没有学到它的精神。 假如讲你人话一点, 就是它只学到表象, 因为它只学pixel和pixel之间的相似的程度, 但它学不到大局, 它学不到它的精神。 如果我们看discriminator的话, discriminator的优势就是, 它可以考虑大局, 但它的劣势就是, 你要叫discriminator生一个东西, 真的是千难万难这样, 我们要去解一个argmax的problem。 而要解那个argmax的problem, 你势必就要对你的discriminator model做一些假设。 比如说在传统的文献里面, 你都必须要假设说你的discriminator model是线性的, 你才有办法解那个argmax的problem。 但是你限制它是线性的, 那意味着你又限制了它的能力。 如果它是非线性的, 你不知道要怎么解argmax的problem。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过去讲到, 在讲structure learning的时候, 讲到这一段, 讲到要解argmax的problem, 同学就会问我说, 啊,怎么解呢? 我常常都只能说, 你就假设你可以解, 大家听得生气了, 所以后来就都没有人要听这一段。 但是现在,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有了generator。 generator做什么事情呢? generator就是取代了这个argmax的problem。 所以想象成说, 我们本来要想一个algorithm, 来解这个argmax的problem。 往往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解那个argmax的problem, 使得整个这一套framework, 假设可以解argmax的problem, 听起来没有问题。 但就是因为你不能解, 所以听起来就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现在, 我们用generator, 来产生next example, 用generator, 来解这个argmax的problem。 也就是说, 我们说generator, 它就可以产生出actual的, 它产生出来的actual的, 就是那些可以让discriminator, 给它高分的image。 你记不记得generator是怎么train的? generator在training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是去学着产生一些image, 这些image是discriminator, 会给它高分的。 所以可以想成是generator, 就是在学怎么解argmax的problem, 对不对?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就是在学说怎么产生discriminator, 会给它高分的那些image。 所以过去我们是解这样一个optimization的problem。 现在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用一个比较intelligent的方法, 说它比较intelligent, 所以它是一个network, 我们用network, 来解这个argmax的problem。 所以从game有什么好处呢? 从discriminator的角度来看, 过去不知道怎么解argmax的花门, 现在用generator来解argmax的花门, 显然是比这个方法更加有效, 而且更容易一般化的。 从对这个generator来说, 它在产生object的时候, 仍然是component by components的产生, 但是它得到的feedback, 不再是什么L1L2 loss, 不再是pixel by pixel的去算两张图片的相似度, 它的loss将是来自于一个有大局观的discriminator。 希望透过discriminator带领, generator可以学会产生有大局观的结果。 那这个是一个用game来产生的toy example。 那这个example, 跟刚才我们讲VAE的时候看到example,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只是换了一下颜色而已。 我们只是换了一下颜色而已。 那刚才是蓝色跟绿色, 这边换成蓝色跟红色。 蓝色的点是我们要generator去产生的distribution, 是generator学习的目标。 红色的点是最终generator可以得到的结果。 而我们这边用的generator的架构, 跟前面一页的VAE用的generator架构是一样的。 但你发现说, 在学习之后有了discriminator, 这边generator学出来的结果是比VAE的generator还要更好的。 你会发现说在这个mixter和mixter之间是几乎没有点的。 而对应到真实的应用, 举例来说, 假设你要让我们去产生图片,产生人脸, 那如果你用VAE, 产生的人脸就会比较糊。 假设说真实的人脸, 清晰的人脸是一个mixter, 那因为VAE会产生那种mixter和mixter之间的sample, 所以就会产生这些比较糊的人脸。 那如果你是用gain, 那你就会产生比较清晰的人脸。 好, 那今天这一页啊, 是要跟大家比较一下gain跟VAE之间的差别。 那这是来自于Google的一篇paper, 那这边paper, 他本来想要做这边paper, 主要的内容, 其实是想要比较各种不同gain的技术。 他比较了, 这我们之后会再提到这些名, 他比较了mmgain, nsgain,lsgain,wgain,wgain,wgain,gain,dragon还有begain, 就有各式各样的gain。 然后他其实得到一个结论是农场文最喜欢的那一种, 他得到的结论就是, 所有各种不同gain, 其实performance都差不多这样, 之前做的事情都是白忙一场这样。 那这是农场文最喜欢的结论。 那这个图怎么看呢? 这个纵轴啊, 它是摔一个这个FID score,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这个FID score啊, 是拿来量你产生, 这边做的都是那个image的generation, 那FID score越小, 代表说产生出来的图片越像真实的图片, 所以这边的值呢, 是越小越好。 那对于不同的gain, 他们都试了各种不同的参数, 那你知道gain呢, 其实在train你的时候是非常的sensitive的, 所以往往可能只有特定某一组参数你才train得起来, 所以他会发现说, gain用不同的参数, 它的performance有一个非常巨大的range。 然后他们看不出说, 他们做两个不同的corpus, 一个是ANIFT, 一个是Cypher10, 就是生成数字跟生成十种不同类别的图案。 他们做这个ANIFT跟Cypher10, 然后发现说呢, 如果比掉这两个corpus, 不同的方法之间的差距, 其实就看不出不同的gain有什么样的不同, 只知道说他们的range都非常大, 你可以产生很好图, 也可以产生很快的图案。 但有一件事情, 虽然他们paper里面没有强调, 但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是, 如果你比较VAE跟这些gain的话, 你可以发现VAE倒是明显的跟gain有非常大的差别。 什么样的差别呢? 首先VAE比较稳,VAE是比较稳的, 你会发现说给它不同的参数, VAE的分布是非常的集中的。 但是, 假设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的model, 可以产生的最好的结果的话, 我们刚刚讲说VAE产生的图片, 毕竟是比较模糊的。 虽然它比较稳, 但它比较难做到最好。 所以你比较每一个model, 可以产生的最好的结果的话, 你会发现VAE相较于gain, 其实还是输了一截的。 好,那是这样, 剩下还有一些投影片, 但是我觉得我们下次再讲好了, 因为剩下是要接下来呢, 今天就是讲的是一些比较直观的东西。 那下一堂课开始呢, 就是要讲一些有数学的, 比较理论的东西。 那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先去预习一下, 我把之前上课的录影放在这边, 因为是比较困难的主题, 所以你可以先, 建议你先预习一下。 那等一下读教呢, 其实也会提到一些新的技术, 就是今天这个课里面没有cover的技术, 但是都是未来会讲到的。 那你听到这些新的技术的话, 也不用太惊慌。 其实作业三之一, 你不用那些新的技术, 你应该也是可以过得了baseline的。 然后, 好呢。 再一些纽约 aba擦来,